我的汉子表设有火了 他勾引我男朋友 拆我礼物 黄花连篇 造我黄瑶 汉子表哭唧唧 你有哥哥陪着 我只是拆你件礼物 我男朋友护着他 他是我兄弟 你别计较 我反手报警 是警察叔叔吗 我举报有人卖银嫖娼 今天我过生日 原本晚上约男朋友一起吃饭 可男朋友竟然发消息 说跟我室友原家打篮球去了 原因是原家告诉他我改主意了 约了闺蜜一起吃饭 而且他打我手机还关机 我这才想起来 我从洗手间出来后 发现手机莫名其妙关机了 当时宿舍里 除了我就只有原家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我男朋友每天早上 会在宿舍门口等我一起 有天我等了半天 也没见到人 打电话才知道 他被原家叫走了 因为原家告诉他我起晚了 让他先走 免得迟到 男朋友想着都是一个宿舍的 也没多想 就信了他的话 事实上 我没有起晚 也没有让原家烧话 后来原家给我的解释是 他以为我晚了 怕我男朋友等太久 不就得先走吗 用他的话说 这是为我男朋友着想 我肯定不会跟他计较 那这一次呢 又是怎么回事 不得不让我怀疑 原家是故意的 只是 我没有证据 差不多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原家回宿舍 随手扔给我一支口红 你男朋友让我给你的 口红不但被拆了包装 而且还隐隐有用过的痕迹 原家 我当时就绷不住了 我男朋友给你的时候 包装就拆了 我这不是好奇吗 就拆开看了看 原家依附理所当然 无所谓的样子 真不知道你们女人喜欢这个什么 涂在嘴上 红得跟喝了血似的 我顿时就急了 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不是给你的 别人的东西不能碰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妈没教过你吗 宋言熙 你至于吗 东西我又不是没给你 嚷嚷什么 真服了你们这些小女人了 心眼这么小 不就拆开看了一眼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点事还斤斤计较 她还觉得自己有理了 对我一通嚷嚷后 跟没事人似的拿起脸盆洗漱去了 我深吸两口气 给男朋友打个视频 男朋友好像刚回宿舍 边放书包边听我诉苦 男朋友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笑着说 别往心里去了 他那人就这样 一向大大咧咧的 这么点小事 你跟他计较什么 小事 我不可思议的质问 你觉得这是小事 话音刚落 我就从我的手机屏幕上 看到人家穿了一个 勉强能包住臀部的小吊带 在我身后扭来扭去 他明知道我在视频 竟然一个大脸凑上来 跟我男朋友打招呼 呦 儿子 想你跌不 滚 男朋友嘴里说滚 却笑得格外灿烂 比见到我还开心 头一回见你穿成这样 咋地 人家故意拽了拽他的衣服 还让我像你一样光膀子 说着话 就做事把他的吊带往下扒 你有完没完了 我是真的生气了 一把推开了人家 感觉再晚一秒 他真的能把衣服脱下来 其实我推的并不重 他哀诱一声 直接出了视频 我以为他知趣的离开了 没想到几秒钟不到 他扶着腰回来了 冲着我就吼 你有病吧 推那么狠 不等我说话 他对着我男朋友 就一通抱怨 你管不管你女朋友啊 唧唧歪歪 我跟你打球 他不乐意 收到礼物包装坏了 还是不乐意 现在就说两句玩笑话 差点把我腰磕断了 这么小心眼 一天到晚公主脾气 也就儿子你能受得了吧 说完还连连哀声叹气 我当时真想直接踹他两脚 刚刚他那是被空气 撞了一下腰呢 没想到我男朋友 不但不对他 竟然还替他说话 知道了 有几个女生跟你一样 大大咧咧的 你就担待着点吧 担待 谁担待谁啊 陆浩 我实在忍无可忍 冲着手机吼 我才是你女朋友 你还跟他合伙欺负我 太过分了 说完 不等男朋友说话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两眼冒火的瞪着袁家 袁家无所谓的怂怂间 你自己挂的 瞪我干嘛 我平日里话少 也不愿意跟人计较 他大概觉得我真的好欺负 你问我干嘛 袁家 我问你 今天下午 我手机是不是你关的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又没耽误你干嘛 那就是了 故意关我手机 跟我男朋友约会 袁家 这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干出来的事 你现在必须跟我道歉 不然今天这是没完 你说谁呢 还蹬鼻子上脸了 我俩谁也不让步 直接打了起来 宿舍的同学回来后 看我俩打成一团 拉都拉不住 只能请来了辅导员 辅导员问原因 袁家直翻白眼 他跟男朋友吵架 拿我出气 哪有这个道理 勾搭我男朋友 随便拆我的礼物 侵犯我隐私 还说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辅导员觉得 这大概就是女孩子间的争风吃醋 我站了指着他脖子上 胳膊上的伤说我下狠手 他就是正当防卫 根本没还手 我确实抓了他 但他还踹了我好几下肚子呢 装 谁不会 我当即就捂着肚子 咬着嘴唇 他往死里踹我 我肚子疼得不行 打闹是小 出事是大 辅导员怕我真的有什么事情 什么话也没说 就带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没事归没事 检查费辅导员是一点没吝啬 全部落到原家头上 写检讨没躲过去 还掏了一百多的检查费 他脸色有多差 我的心情就有多好 我觉得发生的这些事 也不是完全巧合 我记得他和我男朋友 认识的当天 一回宿舍就跟我说 你男朋友挺帅 别人夸自己男朋友 我当然开心 谢字还没说出口 但是紧跟着后面一句话 让我对他再没了好感 他说 可惜你们这些女人 都配不上他 哎 白瞎儿这么好的男人 什么叫我们这些女人 我当时就顶了回去 合着你不是女人 只是跟你们不一样 是不一样 但是没突没翘 人腰甜了都比你大 你们就是嫉妒 我跟男生玩得好 他无所谓的笑笑 你信不信 你哑呀 长不了 我当时没搭理他 俗话说 您差一座庙 不悔一门亲 哪有这么说别人的 后来 我另外一个室友提醒我 让我当心原家 他说他有个朋友 跟男朋友谈得好好的 就是被原家给搅黄了 当时那个男的 跟他朋友分手的时候 还一本正经的说 要是他朋友 如果有原家一半懂事 也不至于会跟他朋友分手 我当时听完这些后 整整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的男朋友在一起 渐渐把这些给忘了 我以为原家得了这次教训 短时间内不会来招惹我了 没想到 是我把他想得太好了 这些是没过多久 我就总觉得 身边的人对我议论纷纷 背后指指点点 起初我以为是我的错觉 可后来我在食堂吃着饭 竟然有男生 把头伸到我面前打烂我 长得确实还可以 可惜了 可惜啥 饭没吃完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一开口 就给我报了一个酒店的地址 还说一晚上 价钱随我开 有特殊需求 可以另外给钱 你打错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刚要挂电话 电话那头问 你不是叫宋颜希吗 是 但是 那不就是你吗 还装什么呀 我更是一头雾水 饭也不想吃了 追问他从哪知道的 我的电话和名字 他不耐烦地反问我 在网上发思照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现在有机会还这么拽 爱来不来 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当时就傻了 甚至连怎么走出食堂的 都不知道 刚到宿舍门口 就看到了男朋友 我感觉心里瞬间暖了很多 大步向他走去 男朋友脸色很不好 没等我开口 他竟然毫无征兆地 甩了我一巴掌 猝不及防 让我整个心 瞬间跌到了谷底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怎么会喜欢你这么贱的女人 还在我面前装青春 其实比他妈公共厕所都脏 现在全校都知道你的破事 我成了嘲笑对象 把个垃圾当宝 以后别跟人说拱交往过 太丢人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说清楚 分手可以 但被自己在意的人这样侮辱 任谁都受不了 男朋友还没开口 人家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直接很自然地 把胳膊肘搭在我男朋友肩膀上 略带挑衅地看着我 还有什么可说的 人家一副鄙视的语气 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合着你跟我们演戏呢 把我们当傻子骗 陆浩冷哼一声 一句话没说 转身就走了 话没说清楚 怎么就走了 我抬腿就要追 人家却直接站在我面前 拦住了我 追什么追呀 别自讨没去了 没看到人家嫌弃你吗 他说完掏出手机 给我看了一组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各种搔手弄姿 虽然关键部位打了马赛克 但若隐若现 更是引人遐想 看清女人的脸后 我整个人感觉血液都要凝制了 这不是我 又能是谁 人家后来又说了什么 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我的脑袋嗡嗡直响 一片空白 难怪他们说我会装 说我下见 不 我没有装 那不是我 我一把抓住原家的手腕 有些失控的质问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你自己干的事 你问谁呀 原家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 宋言熙 你完了 跟我斗 你还太嫩了 我拖着沉重的腿往宿舍走 还没迈进门 就被告知辅导员找我 想想也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辅导员说这件事影响极其恶劣 毁了整个学院的名义 学院决定给我留校查看的处分 不是我 我根本就没干过这样的事情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第一次对辅导员说话时 如此激动 被同学冷暴力 被嘲讽 喜欢的人跟我提出分手 现在就连我上学都岌岌可危 我什么都没有做 凭什么要承担这一切 我家并不富裕 我从小上学的学费 都是我父母一分一毫努力挣的 如今考上大学 是他们多年的心愿 别的可以忍 唯有这个处分我忍不了 辅导员 我顿了顿 就凭几张照片 几段视频就认定一定是我 这个处分我不接受 我以为辅导员会打我很劈一顿 没想到他突然笑了 不接受可以 但要拿出证据 他说着伸出三个手指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够吗 我正正的看着脸上带着笑的辅导员 没有嘲讽 没有歧视 有的只是对我的关心和安慰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帮你联系警察 这句话让我彻底破防了 眼泪竟然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他是第一个愿意相信我的人 你跟原家 不对付 他猛然将话题转到了原家身上 上次你装肚子疼 我没拆穿你 还带你去了医院 让原家掏离药费 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辅导拍了拍我肩膀 去吧 等有机会告诉你 我一个人围着操场上 漫无目的地转着圈 抬解心中的烦躁 仔细地想着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件事 跟原家一定脱不了关系 我猛然抬头 昏暗的灯光下 我竟然看到 前一刻跟我分手的路好 此刻竟然跟原家抱在一起 抱得那么紧 仿佛要将对方 融入自己身体一样 我嘲笑他们的同时 也自嘲地笑了笑 世界上最廉价的 大概就是感情了 回到宿舍后 我什么话也没说 把自己的床帘拉上 去各个网站 搜罗那些视频和照片 我对比了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发现 这些照片 均出自我的朋友圈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 都能完全重合 通过人脸 运用AI技术 将我成功地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又到网上搜了搜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基本上都是名人的脸被盗用 做成这种视频 以此获得收益 我那几张没有穿衣服的照片 关键部位被打了马赛克 网站说得明明白白 想要看高清的 就需要付费 而我的视频 也被网站贴上了 清纯大学生的标签 标题各种乌言会语 只为了吸引眼球 让人花钱观看 网站的内容很多 我往下拉着看了看 无意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这个女孩子 也是我们学校的 是原家好哥们中一位的女朋友 我跟她没多少交集 只是之前跟陆浩在一起时 见过她几次 她长得很好 就是性格有点愣 一见原家就掐 后来她的男朋友 也就不再跟原家扯在一起 为此 原家还不止一次 在陆浩面前吐槽他们两个 后来 就说那个女孩退学了 至于什么原因并不清楚 但此刻看到这些视频 我知道 她不是无缘无故的退学 一定跟原家有关 而我绝不能做第二个她 之前 我虽然不喜欢原家 可并没有刻意去观察注意过她 这件事后 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举一动 原家平时周末很少在寝室 她跟我们说她去亲戚家 可是我发现不是 在学校不远处的一个树林旁 经常周五晚上 会有豪车等着她 一放学 她就自己过去上了车 我偷偷地跟过一次 发现她被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搂住 期间 男人还一直在原家身上开油 原家丝毫不反抗 反而笑得很甜蜜 就这样 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一家酒店 进去干什么 可想而知 这样的事情 几乎每周都在上映 难怪她有花不完的钱 全身上下一水的名牌 一天换一套衣服 半个月也不带重样的 她也很少跟我们在食堂吃饭 经常跟着她的好哥们们下馆子 据之前陆浩说 顿顿原家都请客 用她的话说 钱财乃身外之物 为了哥们有什么不舍得的 瞧瞧 连眼中的豪爽 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我静静地观察了两天 摸准他们开房的规律后 就开始掐时间 估摸着两个人差不多正激烈的时候 我一个电话报个警察 一个麦 一个嫖 有人举报 警察必定会出面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 两个人就一关不整地 被警察给带了出来 人家玩得可真话 进去竟然还换了装 出来实施一身护士服 倒也干净 只是披头散发 样子极其狼狈 都出门了 人家还跟警察嚷嚷 我是被抢破的 不是自愿的 你们不能带走我 放屁 我才是被你骗的呢 警察同志 你们可千万别信他 没一句真话 我看着两个人 被强行带上警车后 才坐公交回了学校 第二天一大早 我洗漱完就直接去找了辅导员 先吃早饭吧 慢慢说 辅导员跟我一起去了食堂 边吃早饭边说 警方那边已经有了消息 说是他们并不熟悉 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所以据警方的推测 把你照片和视频 发到网上的人 应该是咱们学校的同学 为什么这么肯定 是咱们学校的 因为警方说 传输的IP地址 是咱们学校 只不过是公用网 没办法查出具体是谁 我低头看着眼前的面包 伸手拿起使劲咬了两口 辅导员 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辅导员点点头 依旧笑的温暖 吃吧 我相信你 人家三天后被放了出来 这件事被学校压了下来 只是给人家记大过 留校查看处分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做了什么 人家回来后 似乎也沉默了很多 其实我有点奇怪 毕竟两人已经发生关系的 不可能只居留三天就被放回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我要想办法让大家知道 于是 网上传出一两段视频 人家晚着男人进宾馆的视频 和他被警方带出来时的视频 虽然拍的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足以让熟悉的人 一眼就认出是他 一时间 他成了大家的新话题 快看 这不是人家吗 这是开房被抓 我擦 太刺激了 难怪好几天没见到他 他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男生吗 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故事 护士服 挺会玩啊 这么骚竟然还总说我们 恶心死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叽叽喳喳了半天 只听原家炸毛似的一拍桌子 谁再他妈说一句试试 教室有一瞬间的寂静后 随这儿来的就是哄堂大笑 鄙视 不屑 看热闹 大家的目光各不相同 却没有一个人同情 我坐在原家侧面 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 有些惨白 他说完话 用手捂住嘴 刚搂我两下 随即快速跑出了教室 直奔卫生间 你怀孕了 所以才这么快从警察局出来 我站在他身后 看他吐了个天昏地暗后 不急不缓地开了口 他没想到我会跟过来 猛然一惊 扭头看向我 许是刚刚吐完 脸色更白了 胡说什么呢 滚 我在你的枕头下 发现了这个 我边说边把手里的一张超声单 在他面前晃了晃 你确定让我滚 原来是你偷了 还给我 人家一看急了 扑过来 就要抢我手里的超声单 我躲都没躲 直接扔给了他 想要你就说 抢什么呀 给你 反正我复印了很多 一会儿就给大家都发出去 你就等着被退学吧 你这贱人 他将手里的超声单 撕了个粉碎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我退学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退学了 我高兴 这算好处吗 我退后两步 跟他保持距离 声音不急不缓 别一口一个贱人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自己骂自己呢 我看他既难受 又愤怒的样子 勾了勾嘴角 孩子他爹知道你怀孕了吗 还是说 你也不知道 孩子的爹到底是谁 你再说一句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撕不撕的无所谓 我怂怂间 反正一会儿超声单被 别人看到后 这么说的 恐怕就不止一个两个了 你还能全让他们闭嘴 我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 你说你父母辛辛苦苦 把你送过来上学 结果因为这个被退 想想真不值 宋言熙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语气开始软了 很好 我不想怎么样 我就想问问你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 造我的摇石 有没有想到过有今天 他见我不肯让步 语气又软了下来 我们是同学 又是一个寝室的 就算是之前有过节 你也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呀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孩子他爹是谁 我直接问出了 我想要知道的 我想要知道 跟他关系最亲密的人是谁 我想要找到那个 把我照片传到网上的人 只要你告诉我 所有的复印件 我都可以毁了 你知道这个干吗 他似是没想到 我会拿这个做交换条件 用带着审视的目光 上下打亮着我满脸疑问 看着坚定的问 他随即无奈的笑了笑 不知道 怕我不相信似的 他破罐子破摔的摇了摇头 你都说了 人太多 我也不知道是谁 这句话我并不信 真的不知道 孩子是谁的前提下 我如果是他 会在第一时间 就会把孩子打掉 毕竟留在这个孩子 对他来讲 无疑对自己最不利 趁孩子小 没人知道 神不知鬼不觉的拿掉 岂不是最稳妥的方式 可他没有 从超声报告的时间上看 到现在已经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他不但没有去打掉 反而还怀着运 跟人出去开房 但他不说 我也只能作罢 我转身离开时 原家猛然抓住我的手 声音冷得像快兵 宋颜希 你会后悔的 我为什么要后悔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让自己后悔 我们两个不欢而散后 我假意回教室 实则偷偷跟着他 去了另外一个学院 一个男生 从GT教室跑出来 大概是嫌原家耽误他上课 表情看上去很冷淡 这个男生我认的 叫许航 是原家众多哥们中的一个 平日里两个人的关系 也看不出有多亲密 可现在 我发现原家 竟然上手就将人抱住 离得远 我听不清两个人在说什么 只是感觉 许航有些不耐烦地推开了他 从他们的神态上看 我推测 这人可能就是孩子的父亲 许航 学的是计算机 要说把我的照片和视频 传到网站上 这事是他做的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我按原路返回教室 过了好久 原家才回来 脸色更差了 他看到我在看他 目光瞬间变得有些阴毒 他心里极恨我 无可厚非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对我动了杀心 你不是想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们找个人少的地方聊 他见我没有要跟他走的意思 微微一笑 你手里还有我的把柄呢 怕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他来到了 学校的后山 刚一站定 猛然窜出两个混混 将我死死地摁在了地上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我死命地挣扎 可是力量悬术太大 根本没用 干什么 原家终于不装了 露出一副凶相 我思前想后 觉得这是跟你脱不了关系 他手里多了一把水果刀 在我脸上来回比划 是不是你跟踪我录视频 然后传到网上去的 是不是你举报我 让我进橘子的 别否认 除了你 我想不出第二个 你这贱人 他发狠地用刀 划立下我的手 我本来就想造 你个黄瑶而已 没想干其他的 你老老实实的 我们就相安无事 可你偏步 现在是你逼我的 宋妍熙 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 就是让你永远开不了口 原家 杀人是要偿命的 你冷静 他竟然到现在还觉得 走到这一步 是我的错 偿个屁命 把你的尸体往水里扔 戴上手套 处理干净 谁知道是我杀的 原家 你听我劝 你犯的错 也没有到很严重的地步 把刀放下先 不然你会后悔的 我脸贴在地 说话异常费劲 那个刀子在我眼前晃啊晃 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你都要死了 还让我后悔 没人能救你 原家发狠地 举起手里的刀子 就要冲我紧动脉扎去 刀子没落下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他 别动 警察 哐当 刀子随身落在了地上 原家表情僵硬 他完全不知道 警察为什么会找到这里 猝不及防 让他直到被带走 脸上的表情 都没有任何变化 没事吧 辅导员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看到我受伤的手后 眉头微微一皱 抱歉 还是让你受伤了 算工伤吗 算 辅导员笑笑 去医务室找医生 给你包扎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 从兜里掏出定位器 还给您 大概我也用不到了 这个定位器 是我跟踪原家 从酒店回来后 辅导我给我的 他说这是警方的意思 一则保护我的安全 二则方便他们行事 原家承认 黄瑶是他造的 而且也存在 故意杀人的动机 什么事情他都承认 是自己干的 没有同伙 但是他怀孕了 什么刑法 都只能缓气执行 这个孩子他不想要 可又不得不要 人家没有被拘留 但学校也不打算再留他 正式通报将他开除 他走在学校里 大家像躲瘟疫一样 躲着他 回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 恰巧赶上我在 他双眼血丝 眼底发青 浓浓的黑眼圈 整个人感觉 一下午仓老了很多 宋言熙 你别得意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虽然语气依旧霸道 可明显底气不足了 都到现在了 你还打算一个人背吗 我此刻只觉得他可怜 关你屁事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现在这样 你现在心里乐开花了吧 乐个屁 我倒要看看 你能乐多久 我心里还真没怎么乐 他收拾东西 手脚很利索 生怕碰到什么人似的 可该来的还是躲不过 五六个女孩突然闯进来 揪着他就往外拖 干什么 放开我 人家一边挣扎一边喊 紧跟着就是几巴掌 被毫无尊严地拖出了宿舍 室友们回来 我听说那几个人 是上次跟他开房的老板的爱人骨的 把他拽到厕所 狠揍了一顿 据说下面都流血了 但流产没流产就不知道了 兮兮太解气了 他之前那么欺负你 还跟你抢男朋友 这种人活该 我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人家此刻大概率是不敢回家 这么无助的他 现在要找的人 恐怕就只有许航了 他唯一见过的人 就只有许航 只是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有人就发现 他溺死在了我们学院不远的水池里 水池的水并不深 不排除是被人摁在水里窒息的可能 许航 是他死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有人指出 看到许航曾和原家一起出去 许航一再重申 他什么都不知道 也什么都没干 可作为嫌疑人 他还是被警方带走了 许航被带走一天后 辅导员让我去他的办公室 他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大学刚毕业 想走行政 就先做了辅导员 平时跟我们说话 脸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笑 让人觉得格外安心 两件事要恭喜你 第一 你被造谣的事情 已经水落石出 还你清白 第二 虽然你是为了自证清白 但在扫黄这件事上 配合警方破案 有功 就值得表彰 我这才整清楚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家的孩子 确实是许航的 他们是一对恋人 但是并没打算公开 甚至有时候 还各自玩各自的 许航跟一伙人投资 开了个黄色网站赚钱 原家则帮他物色人选 后来他们会了 AI技术 更是不缺资源 原家看谁不顺眼 就会把这人的各种照片 发给许航 许航跟其他人 则负责合成后卖钱 原家一副 家财万贯的样子 其实并不是 帮了什么大款 而是许航靠这个 赚的盆满钵满 之后分给原家的 他们花的钱 肮脏程度可想而知 这是许航 是不让声张的 可原家为了跟我斗气 竟然把照片和视频 发得满天飞 为这是 许航和原家大吵一架 许航要分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原家发现自己怀孕了 两个人都是大学生 这个孩子自然是不能要 许航竟然给原家 出了个主意 让原家去找个富豪过一夜 以后说有了孩子 这些富豪有家事有地位 决定不可能 为了个外人离婚什么的 更不可能让人 其他人知道自己打野时 就会掏钱稀释宁人 他们也可以趁机捞一笔 孩子原本就无辜 两个人竟还把主意 打到孩子身上 也怪两个人太贪 竟然还打算一吊到好几个 结果被警察捉奸在床 带进了派出所 这下近人皆知了 原家被退学后 他不想一个人 做单亲妈妈 就一次又一次来找许航 许航怕人家毁了他 就决定让这人彻底的消失 大概也是昏了头 竟然直接在学校就动手了 我很好奇 许航既然有意杀人 怎么会承认 这种事情他不承认有用吗 即便是没有监控 认真检查完尸体后 也很快能锁定是他 许航恕罪并罚 被判了死缓 而我的生活也渐渐归于宁静 没过多久 陆浩竟然找到了我 堵在我们宿舍门口 跟我道了很久的歉 希望我能跟他复合 我连犹豫一下都没有 就拒绝了 在我最困难 最无助的时候 他像其他人一样 不相信我 指责我 现在一切风平浪静了 他回来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心里一阵呵呵 抬头看着他 异常平静 陆浩 在我看来 你连道歉的资格都没有 你凭什么觉得 经历过这些后 我会回头 还有当初你打我的那一巴掌 我会记一辈子 希希 如果我让你还回来 你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 陆浩问得有些急切 听起来似乎很在乎我一样 我笑了 那你先还回来 可能是真想讨好我 陆浩毫不犹豫的 往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 我在他再次开口前说道 不够 陆浩又接连扇了自己好几巴掌 我觉得差不多了 才告诉他答案 不会 永远不会 我说完 便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开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很爱他 从没想过 我们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直到大学毕业 我们也没再说过话 我也没有再找过男朋友 毕业吃散伙饭的那天 我趁对给辅导员敬酒的时候 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我一直想知道 当初他知道我肚子疼是我装的 为什么还要带我去医院 让原家付钱 还记得你跟我提到的 那个退学的女生 辅导员顿了顿 那是我表妹 退学没几天 她就在家里自杀了 我有些震惊 这个答案有些出乎我意料 她看我半天没说话 带着几分歉意的笑了笑 颜希 其实这件事上 我多少有些利用你 还让你处于危险之中 希望你能原谅我 她说完 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这一天 她喝得烂醉如泥 我从内见她喝过这么多酒 毕业后一年同学聚会 我听同学说 辅导员送走我们这些毕业生后 就辞职了 我们是她的第一届学生 也是唯一一届 本来今天请她一起 但是她这两天都有讲座 来不了 我要来她讲座的时间和地方 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 静静地听她在台上授课 她一点没变 只是觉得又成熟了很多 课讲完后 她并未停留 拿起笔记本就走出了会场 却被等在外面的我给拦住了 我能感觉到她脸上的变化 有惊讶 也有意外 似乎还有些惊喜 沈教授 我会心一笑 当年的事 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跟您说 您对我不是利用 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伸手拉我一把 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